大家好,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前藏灸这个产品 我们已经诊所在用了 这个已经拿到一类医疗器械,二类医疗器械的出色症 在全国很多的省都已经在推了前藏灸 这是一个纸的盒子,纸的一个爱灸,相当爱灸盒 这个可以反复使用,一般来讲反复使用15-20次 基本上凶黑的凶黄了,开始把它用废弃掉 你看,一个大盒里有三个小盒 每个小盒里有一个这个,一套这个和15个盖柱 还有15个穴位入的这个胶布啊,它就把这个东西啊 你看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啊,固定在小孩的穴位上 当然大人也可以用了,大人也可以用了,把这个胶固定上 固定上以后,这上面穿上爱柱 就咱们这个小爱柱,穿上爱柱以后,点着这样放 它是可以调高度的,你看,调高度的,你看,这已经点着了啊 点着我们可以这样插进去 整个它这个膜啊,它是,这是一个,呃,绿烟的一个纸 所以呢,用个15-20次,它就基本上不能用了 你看,刚开始我们可以,可以那个,这是红线嘛 就是最,不要超过这个红,就不要高于这个红线 高于这个红线,它容易掉 然后,燃烧的差不多了,它可能,我们还可以往里面,塞一下 塞一下,就是,让它这个,这个,离穴位距离更近一点 哎,今天我们给它几乎三个,四个穴位 这三个也很不高 这小孩不好好吃饭,这三个也很高 两次啊,一下就太多了 谢谢大家